接下来要上的是有关于力的合成与分解 就是所谓的合力跟分力 如果有三个力 总和的效果跟A字的力的效果是一样的 我们就说A字的力是这三个力的合力 那三个力的叫做A的分力 就是叫所谓的合力跟分力 合力跟分力的意思 那我们怎么求合力呢 我们有教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叫做平行四边形法 就是画出一个平行四边形 第二是三角形法 就是画出一个三角形 那什么叫做平行四边形法 就是立着从两边的尾巴做平行线 做出一个平行四边形 然后从头连过去 那就合力像这个图上所显示的 或者是像动画所显示的一样 好 这边有两个力 然后呢 去画出一个平行四边形 然后呢 从头指过去 那这都是我的合力 这叫做平行四边形法 平行四边形法 或者呢 是像这样做 也是一样 一直画完全一样 好 这边有一个力 这里有一个力 这就是合力 合力 我们把它大概做个三四五吧 这个大概做到一个 大约做到一个三 这个大概做到一个四 这个大约做到一个三 那三四五做多少 三四就是说五 不是 大概就是五 这样 就是叫做勾补全定理 这大概会交 就大概就大概会交 就是平行四边形法 就做个平行四边形法 那如果不垂直也没关系啊 反正就是做出一个平行 四边形就对了 就是平行四边形法 或者像这影片显示的 这一切就会儿是这样一样的 我觉得有关系 哪一边是这样一样的 好 请多 Med大家 我们往上 在一起 其实我们可以不回来 就不回来 ,我发现我们正在一起 我们正在一起 我的眼督 然后我们以一起 現在1.0流氛 剛才是左邊右邊 然後有合力 現在中間直接拉左邊的方向直接拉 拉到一樣的力量 好像是受益一樣的 會加我們就進去 好 1.0流氛 這個速度沒有完成 因為正常有互差 它的意思就是這樣 意思就是這樣 平行四邊行 因為平行四邊行法 求合力了解嗎 了解很好 下一個方法叫做 三角形法 三角形就畫出個三角形 我個人喜歡這個方法 因為這個方法就是有高中會加的向亮加法的味道 而且我這個方法可以解決 在解決更多力的時候會比較好解決 我個人喜歡三角形法 就是把它畫出個三角形 這樣這樣子畫的 這邊有兩個力 頭尾相接 手尾相接 接過來 然後呢從頭指到尾 這就是合力 因為是兩個力 所以畫出個什麼形 三角形 所以把它叫做三角形法 所以把它叫做三角形法 另外一個動畫的意思也是一樣 三角形法 把它拉過來 它已經把你弄好了 拉過去 讓手尾相接 變成三角形 長一點也沒關係 短一點也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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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一個三角形法 它就是這個三角形法 就拉出一個三角形 就是三角形法 就是三角形法 OK 好 就把它合成一個三角形就對了 就是三角形法 有問題嗎 沒有 OK 剛才試試兩力求合力 那如果有三個力以上怎麼辦 老師 基本上說 我們用平行四邊形法做 那就兩個兩個慢慢做 兩個兩個慢慢做 做出來為止 像這樣 3個 좋다 ふ阿 三個力求合力怎麼辦 先做兩個力的平行四邊形法 好 對 好 做完 這是它的合力 再把這個合力跟另外一個雷呢 再做一次平行四邊形法 然后这又是合力了 这又是合力了 就是这两个做一次 合力跟另外一次做一次做 那如果十个例子这样做 包括一次的话就对了 这要做三例以上的合力的做法 但我说过我个人比较喜欢三角形法 因为它有向量加法的味道 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比较好解决 三角形法就是画三角 当然现在是三个例就不会是三角形 但是呢做法是一样的 我说首尾相接接过去 然后再把另外一个呢也接过去 都接完了的时候就同指到尾 这又是合力了 当然现在是变几边形了 四边形 但是一直要三角形吧 所以我在这种上部比较简单一点 这样会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我说我个人喜欢三角形法 因为它是向量加法的味道 在解决很多例的时候呢 会比较好解决一点 不过呢 课本上基本上介绍的是平行四边形法 就一个一个个的抓下去就对了 可以吗 可以 很好 最后是一个总结 总结我们从刚才的做图法当中 你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 所以两个方向相同 首尾相接 蓝色过去 红色回头 绿色合力 相紧 所以两立方向相同 合力就相加 两立方向相反 合力就相紧 对 张姐 然后呢 锤子呢 就是勾谱学定理 第四定理 这个以前 以前数学学过的 好 首尾相接 就是行那个 这个叫三角形 勾谱学定理 然后配合我们的三角形法 我们就可以 还有一些我刚才有讲过 这个重要的结论要记住 两个立的合力 求合力的时候 如果两立的合力的夹角 他的夹角如果越小 合力越大 舌头什么都会小 零度 同胞向 夹起来 夹角越大 合力越小 什么最大 180 方向相满 两个相紧 那刚才讲过 就是配合我们的 配合我们的 三角形法 两个立 和合力会变成一个三角形 数学老师教过 数学老师教过 两三个三角形的 两边合大于第三边 两边差小于第三边 所以合力的结果 比两边合要小 比两边差要大 那什么数会等于 就是不是三角形的时候 同方向跟反方向 就正好等于两立相加 或者等于两立相减 这是一个重要的结论 其实你要记住 因为有人会问 没有人就会解决掉 这叫做合力 就是范围 那分力呢 分力我们 如果你不指定 数目跟方向 你的分力的做法有无限多种 这个力的分力是谁 不知道 因为如果你不指定 是两个分力还是三个分力 你也不指定 分力的方向怎么样的话 比论上有无限多种结膜 那我们平常的习惯上 是分解成两个力 垂直的跟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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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的跟水平分力 是斜边的一半 然后另外一边是二分之跟号三 然后呢 直脚 等高直脚三角形 一比一比 跟号二 这个号称三角函数 不过你也不用管他要三函数 你就记得这关系是就对了 我们在有一些题目 要求一些什么分力什么的时候 你要用到这个关系 要知道他的分力之间的状况 OK 没想 OK 很好